英國首相約翰遜確診新冠肺炎後 一度送入心肆治療部 英國傳媒報導 他比預期遲了三天才入院 更曾經在鬼門關陪回 上星期日送院的約翰遜 當時已確診十天 據報聖托馬斯醫院早三天已準備接收他 但那晚約翰遜在唐寧街 響應為醫護股長的活動 當時大批醫護人員已經穿了保護衣 全副裝備在醫院秘密入口等著他 直至看到他拍手條片 才知道他不會入院 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他抗拒入院是因為不想被人受到優待的觀感 於是決定繼續居家隔離 但約翰遜其後病情惡化 據報他送入心肆治療病房時仍然清醒 但已經很不舒服 到了只十分鐘就要聞氧氣 但首相府當晚仍然表示 約翰遜入院只是預防措施 他星期一病到用不到電話或者回覆短訊 醫生更加通知他的未婚妻 很大機會要用呼吸機 在心治治療病房留醫三晚之後 約翰遜先情況好轉 在星期四送到普通病房 知情人士透露 約翰遜對醫護人員感激不盡 形容自己欠了他們一條命 東網記者曾長文報導 要我預測拐一點 我覺得現在有些困難 比如說在美國 一天可以增加兩萬多人 那這是非常快的速度 所以這個戴口罩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防護 為自我防護的一個手段 所以目前來說 還不是脫口罩的時候 不過現在一般來說 在非疫區 人很少的時候 或者說是在空曠的地方 倒不見得可以需要戴口罩 但是估計現在就提出不戴口罩 為時過早一些 國家現在試驗一些的藥物 比如說氯葵 那我們的試驗結果肯定是有效的 我們的正在總結 恐怕我們國家很快就要發表了 因為在 也可能是最早發表的 那麼在美國也做 然後 槍氯葵 就是加一個槍擊 槍氯葵 那本來治療是瘧疾的 但是現在我們 經過這一段的實驗 以及全國的 多中心的觀察 發現氯葵 發現零化青瘟膠囊 是有效的 那麼至於還有中藥 比如說像血鼻鏡 這個血鼻鏡 以前是用了 它是一個活血的 化淤的 那個主要的成分 紅花 安生 出勺這些 那麼這些的話 對中藥的病人 我們也現在正在總結 初步的看起來 也應該是有效的